今集我們不是談及車,而是談及我的頭髮 大家已經看過我一段時間 有時大家也有留言問為何你的頭那麼黏,你有沒有洗頭 其實我是有洗頭,因為我不是一般骯髒的人 但因為我天生很大汗,頭很容易黏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碰外景,我好容易流整身汗之遇 我的頭馬上就黏了 所以大家會在畫面上看到我為何那麼黏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解決這個問題 但我卻不太知道怎樣解決 我換了很多洗頭水都不行了 但今集因為這間 就跟我說過,其實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 所以我來試試它 Hello Samuel 但真的很久了 開始正式做護理之前 其實他們就會給客人一張問卷 其實都是想了解大家的頭髮狀況 例如說,你是不是過多分泌 你無浪的狀態 你頭髮長度 你有沒有家族的脫髮事 都希望可以透過這張記錄卡 在文字上了解了不同的下護 它是頭髮的問題 這是頭皮的橫切面圖 我們裏面是皮脂線 這皮脂線是幫你分泌油脂 幫你潤滑毛孔長頭髮 但如果假設你平時洗頭洗得不好 如果油脂的過程不夠時間 油脂就會開始阻礙毛孔 你的頭髮就會越來越右 甚至是關不出情況 第二,其實你說汗活不多 因為本身自身的汗線特別多 所以你一出汗 基本上都會出油 所以這個情況就好像很黏 各方面的情況 而且你看到整個頭皮 看起來有點反乾 這些我們叫做化學物質 即是化學物質 待會我會幫你做深層清潔 就幫你清潔 清潔完後 你就不會再有化學物質構造 這個位置就是比較濃 所以你看到頭髮比例上 是粗一點、密一點的狀態 而右邊位置 你會看到頭髮比例上 是粗一點 右邊就沒有那麼嚴重 就沒有那麼差 隱憂的意思 你多數都是單支 所以你看下去 就開始慢慢有脫髮問題出現 而這顆就是油脂 是一拋東西 水明引致到你的頭皮越來越油 現在就一個一比一 其實你見到開始正常你的頭髮 密度就是要這樣 左膿又搭著 一個引致 但你見到中間的位置 就開始慢慢越來越薄 所以其實我們通常是藍絲型脫髮 這個第二個先兆開始 就是中間的位置 現在就用這部儀器 就是用一些氣壓 用生理的鹽水 幫你清晰那些發酷物質 還有你本身的油垢和油脂 這個是幫助你控制你的油脂分泌 減少一點 幫助你頭皮再保濕 通常如果做深層清潔 大概你預約兩至三次 基本上你的 chemical build up 還有你的油脂分泌都會改善了 之後我們就走下一部分 就幫你增加你的頭髮的髮量 我覺得這個感受是非常良好 因為我是第一次 剛才洗完頭後 其實你會覺得跟我自己洗頭 因為他很細心洗了兩次 是清爽了 而且剛才洗一秒幫我吹頭髮時 你都會發現頭髮沒有我以前那麼黏 自己的頭髮好像感受到這個感覺 因為我今早都有洗頭才出來 沒有我頭髮也有少許頭油的感覺 但剛才我們幫我洗完後就好一點 Session 2 第二部分就是生頭髮的療程 我主要有黃金射頻的能量 幫助你每一個毛囊重新再發育 是幫助你如果你的頭髮 只有一支頭髮 生兩至三條 甚至有些很幼的頭髮 也會幫你變回粗臟 密度更加提升 通常就推薦你的狀態 現在的治療階段 就五至七天做一次 大約兩至三個月左右 你的情況就會改善得也會明顯 當然 如果有些客戶情況比較嚴重 這個時間就可能要久一點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自己找到一個原因 你的原因就是你的頭髮 只要你現在好好努力處理頭髮 三四個月左右發解或敷 其實不難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受到這種痛楚 痛楚是幾個月的時間 改善到其實我覺得是值得的 首先想問問Samuel 為何我的頭髮油那麼厲害 其實我們香港處於有濕有液的地方 加上你的汗線特別多 所以一出汗你都會出油脂分泌出現 另外就是脫髮問題 除了年紀好像漸長 你找到我的原因 你看到我的頭髮太落髮了 我的問題在哪裏呢 其實就是因為你有很多毛孔 被你的油脂撞住了 所以引致到你的空間不夠 你頭髮就長不到情況出現 只要你現在每個毛孔乾淨 再刺激你的毛囊活性 你的頭髮就可以生得更加茂性 更加濃密 其實很多人都不懂 怎樣選擇洗頭水 或者自己可能面上有很多 頭油或各方面的問題出現 都不懂自己怎樣處理 就會用坊間一些去頭油的 洗頭水或各方面 反而越洗越黏 甚至乎情況越來越差下去 所以其實最緊要 我們要找回你的原因 為何你的頭油多 或者為何你會脫髮 你才可以解決到你的問題出現 如果說十年前 男士比例是7比3 七成是男士 三成是女士 但如果說這個後幾年 你已經去到5050 因為其實很多女士營 本來經常有染有電 再加上他們用不正確的洗頭方法 所以引致他們脫髮的狀態 就越來越嚴重 有另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提到女士營墊 或其他的原因 我再說是頭油 那男士脫髮的問題 除了我們頭油之外 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 就是我們的飲食習慣 因為剛才你也問我 其實會不會有壓力 引致頭髮等各方面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壓力 其實壓力主要是有因 但未屬於主因的情況 最重要是找得到 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脫髮 才可以幫你營引而解 你的所有問題出現 去到一個比較屎股的問題 例如普通的療程 但收費多少錢 大約約九千多元 我想問一下 坊間有很多廣告 關於直髮 直髮是可以的嗎 其實直髮是可以的 但當然你要明白 直髮的頭髮是不脫的 但你餘下你的頭髮都會繼續脫 所以基本上你兩至三年 都要繼續做一次直髮 其實以我自己做了二十年的經驗 其實只要每一個人找出他的原因 你就可以幫你解決到各方面的問題 我們的純不信量是很重要的 可以就行 不可以就不行 我們不會隨便折症的做法 所以這件事最重要是幫得到每一個客人 反而這個成功感就越大了 正常步驟洗頭最好的狀態就是早晚洗頭 你每次下的洗流水 要下一個五元的份量 接著擦勻手 放在頭上洗 你看到很多泡後 接著你的三隻手指 曲曲地向上推 不需要大力 你感覺到我的手勢是慢慢擦的 去到這些位置 應該最多看著油的地方 就擦大概停留兩至三秒左右 接著去到頭頂 接著去到手貼手 這個Session就已經是洗完的了 接著你放低高一點才放 為何我們洗頭要底向上洗呢 因為頭髮向下散 如果你不這樣熱絕方法去洗的話 你的油脂和汗是洗不到的 通常我們是洗一次洗流水 洗兩次就視乎你的泡 如果你假設第一次洗流水 有很多泡的話就洗一次 如果沒有泡的話就要立即沖上去 然後還要洗第二次洗流水 所以你的頭皮如果多油的話 代表你的洗流水下去的話 就沒有泡就代表你頭油很多了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想了解自己的頭髮和頭皮問題 現在泡車男就有獨家優惠 即是需要體驗價280元 就可以做一次專業的頭皮分析 分析之後就可以選合適的護理 這三項護理分別是深層頭皮清潔護理 抗敏頭倉護理 或是Repair Tissue 防脫護理 有興趣的話 立即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聯絡他們客服吧